大家好,我是阿华 在我们农村这个野菜非常的常见 许多城里来的朋友 到我们农村都会带点这个野菜回去 像我身后就有两种非常常见的 这种就是爱业 我们农场也比较常见 像我们这里吃的那种米果 里面就有这种食材 这就是芥菜 像这种芥菜的话它还有几个品种 还有山上长的叫山芥 这种都是非常好吃的野菜 不过要把这上面的毛毛给洗干净 这里还有 非常嫩 在那个路边上有一种野菜也是非常多件 但是叫不出它的名字 我们这里管它叫 梨河 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这种 这种菜的话它有两种 有一种它上面非常多这个毛 我们一般不吃这种 都是 选这种你看这种比较光头的 已经长得老高了 这里好多 就这种 像这里也有一种野菜 我们叫它水芹菜 但是的话我个人感觉 这种野菜是比较受欢迎的 很多人采摘 哇好多 想吃的话就在这个上面扎一点 这还好多 这个味道还是有点浓 像我们一般在回家 都是放到锅里 锅下水 再烤点辣肉 炒在一起 吃起来非常的香 或者说放点肥肉也行 然后比较的脆 切成长条形就可以了 是天然喜欢青草 青草它也比较好 这种菜在我们这里是比较多见的 但好像我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看到过 我们本地的的话是叫它离合 像在我们这个超市里都是有卖的 现成的超市里可能卖到了10块钱一斤左右 像我这个山村里的话是一栽一大把 他们不知道你吃过这种野菜没有 如果有吃过的话 麻烦你把这个野菜的名字告诉我 这种野菜 确实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因为老一辈的人吃野菜的历史比较悠久 然后有些确实是 可能是没有上过资料 然后找不出它的名字 野菜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历史食品 在我们采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一定要拿回家清洗干净 朋友们 这种野菜 如果知道它真正名字的话留在评论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